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大家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铁皮计划的第二次更新 那我今年的铁皮计划呢 就是把每一个category呢都放一个产品进来 然后我在第一次更新的时候 整理出去了两个产品啊 一个是这一个Cat 1D的眼影盘 就是大拱门黑色那一个我整理出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一个Tatcha的silk canvas 那个cream的那个primer啊 那个呢怎么说呢 我用过敏啊 就是起一些小疙瘩这种的 所以那个我就直接让它出去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用完啊 那现在呢这一个大环境下 美国这边呢 我们家这边又渐渐的又在close啊 我不知道大家在世界各地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那美国现在的状态呢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乐观 我希望就是跟我一样在美国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能在家就在家 我知道天气真的很热 然后大家在这里真的是很闷 如果你是有孩子的话 要把他们的情绪控制住 我跟大家说 这是一项工程 这是一项工程 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啊 然后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地 然后回到这篇美妆日记当中啊 然后说实话 我的铁皮计划的进程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现在半年过去了 我大概只用完了两个产品 但是有几个产品呢 我是蛮乐观的 我觉得到年末的时候会用到我令我自己满意的程度啊 但是那我的铁皮计划呢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用完 然后我不行 不用完不行 其实我的铁皮计划就是不想打脸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有的时候经常打脸 说完经常打脸 没错 经常打脸 但是就是想让我这个铁皮计划的产品 我能够多用一些 就是不要把它太浪费这种的 这就是我铁皮计划的目的啊 如果能hit pen 或是能全部用完 那当然是双手点赞 但是说如果没用完 我也不会觉得就是 哎呀 我这个没有进程 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多美妆产品 能用到一定的程度 对于我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 那现在这个大环境下 化妆呢也没有以前多 又不停的有新品进来 你知道心情不是很美好的时候 就买点进来 再不美好的时候再买点进来 然后出一个新品再买点进来 虽然新品就是大多数失望的状态啊 但是这就是我的这一个 整体的这一个background 然后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的话 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我唯一一个 先给大家说我用完的这两个产品啊 一个就是这一个 BioGel EGF Serum啊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我真的是用的非常的痛苦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真的不太喜欢他这种感觉 那这个产品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朋友 这是165美金还是160美金啊 然后一个精华的产品 它呢只有15毫升 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你用2到3滴 然后只单独用它 不用用其他任何的产品 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非常赞的 号称啊 然后我还是坚守我自己的立场了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很喜欢医美的朋友 就是你的脸上做了一些动作之后呢 你需要比较集 怎么说呢 集中的修复 它可能会帮助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对于我这一个普通大众的皮肤来说啊 然后它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反而有的时候我感觉修复能力太强了 还闷出了几个痘痘出来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刚开始review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那个脸的状态 大个的在这里 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视频 就是所以这个呢 我是绝对不会再去回购的 我也非常开心 我没有把这160多美金浪费掉啊 然后拜拜啊 然后一会儿我会说 我放进来新的产品 那另外一个我用完 当然就是这一个了 胶韵师的这一个啊 Fix Makeup 这一个叫Setting Spray 这个真的是没什么用啊 然后而且它是玻璃瓶的很沉 然后也没办法就随身携带 真的真的是蛮沉的 比普通的这个Setting Spray很沉 因为都是plastic那种的 或者是recycle那种的材质啊 那这个就是真的是玻璃瓶很沉湿一个 另外就是它没有让 我觉得没有让我的妆容很持久 假如说我今天用了 像我今天这个脸上 我用了这一个这个定妆粉的话 它也没有就是说 哎我喷上去之后 像那个Mac的Fix Plus啊 或者是像Wet & Wild 很便宜的 大家知道Wet & Wild的定妆粉 我自己很喜欢 很想回购一瓶Cucumber那一个 总之那一个就是会让你的这个powder 哎一下子melting到你的这一个妆容上面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蛮贵的 相比较而言 我自己喜欢Fix Plus 或者是这一个Wet & Wild的那一个 几块钱而已的setting spray 而且我跟大家说 从刚开始follow我朋友知道 我不太是一个setting spray的 这样的一个美妆博主 我不太喜欢去用定妆喷雾 因为从我以前是混干 到现在是混油 定妆喷雾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没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我自己是不喜欢定妆喷雾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定妆喷雾 能把所有的妆容忽在脸上 让它哪都不走 你可以想象这一个定妆喷雾 会让你的粉底 你的粉底想要走 但是它hold住了 然后你的毛孔被有多大的压力 难以想象 可能是我的这一个自己的这个幻觉啊 总之我不太喜欢定妆喷雾 就是全糊在脸上那种的 没有必要 I don't care OK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用完了 搞定让它出去 接下来呢 说这一个彩妆的部分啊 然后primer 我因为那一个TATRA的整理出去了嘛 我放进来这一个YSL的Tucci Eclat 我刚开始呢 放进来是在这个横线的地方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呢 只用了这么多 为什么用的比较少呢 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 那我自己的这一个粉底呢 其实也越用越薄 其实有一些这下压力很好 但是也是越用越薄的一个 你知道护肤完了之后 然后又又又这个防晒厚厚的一层 然后又primer 然后又粉底 然后又定妆粉 No way我可以受得了啊 所以就是我偶尔会用一两次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真的用的是非常非常少 尤其是现在很热的这个季节啊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到9月份以后的话 就下次更新以后的话 我可能后半部分 最后三个月 这个可能会用的更多一些 那这一个primer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那它是压榜这种的 挤出来的感觉呢 是那种比较jelly的感觉 它不会让你的粉底 怎么说呢 抓得很紧 就说它是一个让我粉底持久的primer 不是 它是可以帮你稍微的平滑 你脸上的纹路 让你的粉底上的更flawless 不会显很多的texture啊 小bumper啊 或者是小干纹啊 或者像我一样小笑纹这样子的 它是起较这样的一个作用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个primer 它会不会让你的粉底持久 在我这里它没有 OK 这个是这一个 有一点进程 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另外这个呢 就是我放进来的 香提卡的这一个啊 Future Skin Foundation Veil啊 这个我的进程非常的赞 我跟大家说 马上见底儿 OK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侧臂了吧 都已经下去了 OK 近一点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今天脸上用的还是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颜色 对于我来说呢 现在这个时候是正好正好用它的时候 秋冬的时候 因为我的肤色要比现在最起码白 不是白了 就是淡亮前两个色号 一个半到两个色号 我现在是非常的tan 跟大家说 我现在的这个tan的程度 就是你用那个self-tan的程度啊 因为我很喜欢晒太阳 然后也很喜欢去海边 虽然现在就是这两天不怎么去了 刚因为又close了嘛 刚开始open的时候去了两次 这样子去了几次 现在只能在自己家玩水了 OK 那这个呢 我的进程非常的赞啊 我打算就是这三个月赶紧把它用完 因为天气就怎么说的 冷了之后 我觉得它不会有太多的效果 这一个按理说 它是一个无油的这样的一个粉底霜啊 应该很适合我这个混油性肌肤 但是它 我该怎么说 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个妆 就是我大概到两个小时以后 就是该晕妆的晕妆 该服粉的服粉 该有fine line的时候 你的fine line显得一览无余 我不知道这一款粉底液 大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效果 总是在我的脸上 它并不是非常好 香提卡他们家的彩妆品 我不知道该怎么 它的primer 大家知道 除了口红之外 然后我觉得其他都是非常非常的一般 一会我还会说另外一个产品啊 所以就是用完之后 不会再去回购 那他们家的护肤品 没试过的朋友 请你去试一下 超级赞啊 如果你喜欢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喜欢Saisley的护肤品的话 你不妨试一下香提卡他们家的护肤品 你会有一种 OK的感觉 差不多 但是价位你知道你知道 OK 虽然都不便宜 但是在不便宜当中 价位也差很多 好吗 提一句 所以这个呢 用完之后 出去 我一定会把它用完的 我一定会把它用完的 FLAG 立在这里 OK 大家监督我 下面是concealer 然后这个concealer呢 是这一个Josie Moran的Vamorancy 这一个 这个呢 我最近这三个月啊 就真的是用了几次而已啊 然后 我不知道可以 大家能看见平底吗 我自己这么看的话 我可以看见平底 然后大概剩的产品就在 大家看到 屏蔽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啊 就在屏蔽这个位置 这个如果下 怎么说呢 剩下三个月 就是从现在七月份到九月份 如果这三个月我没有用完的话 我也会把它整理出去 因为它里面有Argan Oil 那它的 它的保持器呢 只有十二个月 那我这个现在已经超过十二个月了 再用三个月 就是我觉得Argan Oil 也差个 就怎么说呢 天气一热嘛 它也废掉了这样子 因为经常打开 经常用这种的 所以呢 这个我尽量去用它 我觉得用的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个 但是我没有办法给它标记 我也不喜欢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屏蔽有很多的地方 都已经出现白的这种的 就说明它真的是没剩多少了 OK 这个是这个 concealer 下面是定妆粉 呃 定妆粉呢 Pet McGrath Loose Powder啊 然后我的这一个呢 在这里边 我上次呢 用到 黑线这个位置 然后 现在用到 这个位置 下次更新的时候 我才会在这个地方 画一道线啊 我真的 我不太喜欢这一个定妆粉 这一个定妆粉 只要你用了这个定妆粉 无论你用多用少 你的妆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是说它很显妆 达米帮我的意思吗 它真的很显妆 像这种 雾面的 偏自然一点的 我自己 比较喜欢 粉饼的 Cover Girl的 大家知道 Healthy那一个 然后 雾面的 Two Face的 Peach 柔亮感的 Hourglass的 Mineral Veil 其他的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站不上线啊 OK 我今年 不知道能把它 用到什么程度 大家 我很怕把它用完 因为现在 我只用了这一点点 因为我真的 不喜欢用这个定妆粉 我尽量去用它 我尽量去用它 今年用不完 我明年继续放进来 我这样说好了 Petamograith Labs 因为它是 我这么说 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怎么怎么样 就完全不是这种的 我们是消费者嘛 然后我们去一个 消费者的立场就觉得 它有了眼影盘 这个产品 有了唇彩 这个产品 口红这个产品 或者是身上的产品 颜色上真的是很到位 因为它是专业的彩妆师 它本身也有创造力 但是底妆品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创造力 就能解决的 但没有意思 它有一定的质地在 我觉得它的质地 还是偏那种 比较厚一点的 你知道 Backstage 或者是Onstage 那种 比较显妆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们家底妆品 No Not for me OK 然后呢 接下来 Bronzer 我刚开始放进来 两个Bronzer 但是Dior那个Bronzer 我一次也没有用 所以我直接让它 放在那了 没有整理出去 就放在那了 以后再说 Shallow Tuber的这一个 Bronze and Highlight 这一个Palette 这个呢 我自己都有点惊讶了 我的Highlighter 用的比Bronzer多 大家看一眼 OK 我刚开始放进来的时候 就是完全是新的 大家看到我的Highlighter 已经挖下去了 大家看到这个大坑没有 我感觉这个Highlighter 今年年底我都可以黑的Pen了 为什么用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Bronzer这边 大家看到 就一点点进程 就可能刚刚刚刚刚刚刚下去 它这一个 大家不要看它这个纹路 它这个纹路压得非常非常的深 就像那一个倩碧那个Cheek Pop一样 它的纹压得非常非常的深 你需要用到一定程度 整个纹才没有 这跟用多少没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哦这个纹怎么还没有下去 它不是 它的纹路有的时候 花纹压得很深的 很深的 但是我自己这么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不是一个平面了 中间的都已经下去了 都已经下去了 OK Highlighter用的比Bronzer多 那这个我当然不能用完了 我觉得能够见底 见铁皮 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赞的 但是我又买了很多的Bronzer 然后而且我又新收了一个Bronzer 我跟大家说 OK 那这个呢 就是真的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用在我的脸上 今天比较偏 对于我来说啊 比较偏Neutral Bronze 这种感觉是可以带点一点点Countour 但是Ten的感觉稍微差一些啊 但是这个Highlighter 不知道为啥用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Highlighter进程 我非常满意啊 感觉非常乐观 可以见铁皮 下面这一个 哦我的妈妈 OK Benefit的Gold Rush 这个腮红 腮红我跟大家说 是必须失败的一个产品 每次铁铁计划都失败啊 然后我去年放进来的 Mark Jacobs那个 Shimiless那一个 最后还让我整理出去了 然后这个呢 啥进程也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这样 但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OK 我就是尽量去用它吧 然后我今天脸上用的 就是这一个腮红 非常非常的裸色啊 这个腮红呢 我现在用它的话 就是稍微稍微 有一点的Flush的颜色 带一点Golden Shein在上边 如果我没有信息没错误的话 我觉得Benefit 他们家的mini size的腮红 竟然涨价了 是不是朋友们 我前两天在斯福兰下了一单嘛 然后买了几样东西 我到时候再给大家 就是我收到之后 再给大家做这个购物分享 可能在这周的 这周吧 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上来 那这个就是 我买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5美金 现在那天蹦出来 好像是17美金 但是没啥进程 没啥进程 说实话 如果你还是喜欢 这个包装的朋友啊 这个颜色真心蛮漂亮的 Golden Shein这个颜色 但是 涨价 两块钱 疑惑呀 OK 下面 美笔 先说眼线笔吧 我眼线笔呢 我刚开始放进来的是 斯福兰他们家的这个液体眼线笔啊 因为我经常用的关系 它这个刷毛变成这样了 大家看到 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没办法再用了 我就直接就是 当把它用完了 也没剩多少了 反正是我放进来 这一个香提卡的液体眼线笔啊 然后 这个呢 是 Sponge 这种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 刷毛的刷头啊 但这个呢 是这种 硬的这种刷头 大家可以看到 OK 然后我今天有用在我的 这一个眼睛上边 还是很难画 说实话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刷毛刷头的这一个 液体眼线笔啊 然后它的持久力 非常非常的一般 香提卡 一个点贵 所以 绝对不在回购范围之内啊 不用多说了 这个呢 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 美笔 美笔呢 我放进来的是 香奈儿的这一个 Style 然后 这个 Spoolly 我跟大家说 是我 目前为止 用过的人生当中 最硬 最垃圾 最粗糙的一个 刷头 香奈儿 想什么呢 30多美金的美笔 就给我整 这么硬的一个刷头 就是你刷眉毛的时候 假如你一不小心 刷到底下 就疼 然后 我还剩这些 OK OK 这个说实话 我觉得性价比还蛮好的 它有一点 creamy to powder 那种 那种感觉 不会非常的creamy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 不像 Anastasia Brothery Hill 那一个 就是你知道 太creamy了 以至于就是 只要你出汗 你大概眉尾就 你知道 消失不见了 这种的 这个呢 你就可以就是 按你的眉形去 这么画它 那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是新的 然后这一个 就是下次更新 就是肯定用完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不会浪费掉 因为我每笔 基本上没有 就是怎么说呢 浪费的 基本上能用完的 还是能用完啊 但是这个放进来 就是想要快速把它用完 就是不要一望在抽屉里 以至于 过期了还没用完那种 就干掉了那种 所以这个是我把它放进来的原因 这个是这一个金城舞 还是蛮满意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三支 不是最后了 还有这个眼泳盘 OK 眼泳盘呢 我刚开始那个 开了万地的那个 不是整理出去了吗 朋友们 然后我放进来的是 Natasha Di Nona的 这一个Star Palette 这是它最原始的 不是它重新配方 或干嘛 重新出来的 不是 这是我最原始最原始的 就是它刚开始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就收了这一个 因为这种比较 你知道 creamy 然后比较干的 这个glitter 这一盘整个都 整个就废掉了 我真的是希望 这一盘就这边 不要存在 我自己呢 是比较喜欢 这边这几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 像这种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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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creamy 偏干一点的 那种glitter topper 这一盘 不是它现在的 这一个质地 这盘非常非常的干 如果你用了 这种颜色 你不鲜化眼妆的话 它掉到哪都是 而且你扫都扫不掉 OK 那我是没有鲜化眼妆的 习惯啊 大家 那这一盘 你可以看到 我用的比较多呢 就是 这边这几个颜色 OK 这个颜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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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颜色 是我 最爱的一个颜色 我今天用在我眼睛上面 大家看到 是这种 古同色 有一点 这不叫古同色 叫什么色 有点greenish的 这样的一个golden的颜色 我自己就是 比较比较喜欢的 这种的 在我的眼睛上面 那我今天眼睛上面 用的就是这个颜色 crease 这个颜色 加深 眼角 还有下眼线 然后呢 我用的是这个绿色 然后这个呢 是打在我那眼角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一盘 我就是怎么用 这边这两颜色 我很少用啊 我虽然喜欢紫色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 plumpy 就是紫红色那种 如果是紫色的 如果是紫色的话 我会更喜欢 所以这盘我放进来呢 就是多用一下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 这种的 就是这个目的啊 然后你要把它 鉴铁 比如跟大家说 那是一个大工程 因为它的量真的很多 它每个眼影 最后三只口红 先说我今天纯上的 这一个啊 然后我放进来 两个 Cata 1D的 这一个studied case的 然后 一个是它的 Lolita 2吧 没错 OG Lolita 这种的啊 就是 猫不痛这种的 啊 这个 这一系列的口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从质地 到现在的整个价位 到它的这一个 持久力 上妆的感觉 给你的这种 creamy的这种感觉 真的超级在线啊 真的超级在线 那另外这个呢 是它的这一个 Lolita 2 没错 这个我用的比较多了 OK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 做比较了 为啥就是 我的目的 也不是把它用完 就是想要把它 多用一下 当然这一个 我用的比较多 你可以看出吧 可以看出来 这个用的 真的是很多 对不对 因为我最近 一直在用这一个 OK 那这个呢 我给大家试一下 颜色 如果你仍然 对它感兴趣的话 猫不痛的 专色的 仍然非常漂亮 仍然非常漂亮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 还有关注的话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对它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就不用去看它了 OK 最后一个口红呢 就是香奈儿的Stello 这一个呢 好像停产了 然后呢 我这个就是 它这个就是 每次我拧上来 大家看到 我用到这种程度吗 然后每次我就拧上来 这一些 够我用几次的 然后再继续往上拧 它是这种 glossier的妆效 你看一下 裸色痛的 裸色痛的 比较glossier妆 这个典型的就是 冷色调的 这一个裸色 比较偏 毛维 这种感觉的 哎 然后另外这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一个产品 就是我要顶替 我这一个啊 用完的这一个 EGF的这一个 就是glossier的 这一个 潜面乳 我趁着现在 就是你知道 不怎么化妆 早上起来 就是大概就洗下脸 就赶紧把这用一用 这个真的 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 很费劲啊 你用它来卸妆的话 就是 我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 这是它挤出来的感觉 就是milky gel 这种的 然后我用它去卸 我这个口红 OK 我去卸它 然后 你看这个面 的口红 你必 如果你要把它 当成卸妆的话 你必须用这种 洁面筋 或者是卸妆筋 然后去 擦这个产品 你才会把它擦掉 如果你直接用水冲 你什么也洗不掉 是不是非常神奇 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 所以 这脸真的是 蛮 你知道 你必须用这种 卸妆筋去擦 普通的毛巾擦的 也不是很干净 必须这种卸妆筋 如果你直接用水冲 什么也冲不掉 因为我试过很多次了 看到我用了多少 这是我刚开始的位置 然后 希望今年可以把它用完 我早上用它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 你知道 脸还是干的时候 单独抹一下 然后直接用水冲掉 然后 稍微的就是平衡一下油脂 这种的 就是清度清洁 晚上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一个的 那把这个放进来 希望今年把它用完 这种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第二次 铁皮计划的更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的铁皮计划 进行的怎么样啊 然后 按理说这个时候 真的是应该是进程 蛮多的 但是很可惜 我的进程非常的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新品在出 我也自己很感兴趣啊 但是尽我自己所能能去 怎么说呢 去用它了 就是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 就是好玩嘛 就是想要多用 OK 想要多发现这些产品 好与不好的这个地方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呢 如果你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不妨订阅一下我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 大家 拜拜 拜拜